随着中国人口结构的深刻变化,就业市场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。 本视频将探讨中国人口变化对就业市场的影响,分析当前形势,并预测未来趋势。 中国的劳动力市场正在经历重大转变。 自2015年以来,总劳动力人口开始下降,而总人口从2023年开始减少。 与此同时,城镇劳动力人口和大专以上学历劳动力数量却在持续增长。 这种高素质劳动力的增长,在社会对人才需求并未同步增长的情况下,导致了就业市场的竞争加剧。 教育与就业的矛盾,全国普通大学录取率超过75%,预计到2036年之前,每年依然有上千万大学毕业生涌入就业市场。 然而,社会上腾出来的岗位数量远远达不到这个规模,造成了人多啃少的现象。 这种供需不平衡,使得应届毕业生面临更大的就业压力。 退休高潮与岗位减少,中国正迎来退休高潮,退休人数基本都在700万以上,这是社会新增岗位的高峰期。 但到2030年代,年退休群体规模将迅速回落至500万,意味着每年将少给社会腾出200万个岗位。 这一变化将对就业市场产生深远影响。 政策导向与区域分化,最新的政策导向旨在优化区域教育资源配置,构建产业升级,人口集聚,城镇发展良性互动机制,并取消在就业地参保的户籍限制。 这些政策将促进人口流动更加自由,但也可能导致不同地区之间的马太效应加剧,大城市的红锡效应增强。 如果没有足够增量的逆周期政策调节,未来十余年甚至二十年,中国可能会面临总人口下降,老龄化加深,但廉价高素质劳动力越来越庞大,越来越廉价的局面。 这将导致越来越严重的内卷现象。都市圈的壮大与下沉地区的衰退,预计未来十几二十年,如果没有强政策调节,几个超级都市圈将不断壮大,而全国大部分地区将不可避免地陷入衰退。 这种分化将进一步加剧就业市场的不平衡,中国的人口变化对就业市场产生了深远影响。 随着劳动力市场的转变,教育与就业的矛盾,退休高潮与岗位减少,政策导向与区域分化,以及都市圈的壮大与下沉地区的衰退,就业市场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。 为了应对这些挑战,需要政策制定者,教育机构和企业共同努力,通过政策调节,教育改革和产业升级,以实现就业市场的平衡和可持续发展。 我是刘毅,如果您喜欢今天的内容,就请点赞分享和关注。 谢谢收看